大家好,今天是6月26日,星期三 距離期指結算又在近一天 今日的市場都在180,約18,000左右 升的板塊不是太多,只有8呎 看看各自的板塊是怎樣做的 升的板塊之中就有電子的消限用品 這些跟阿爺繼續新換舊 舊換新有關係,房積也會有 其實應該要值得大家有些部分的股票 可以留意,這些是基本民生物用的半導體 這些基本都是電信服務 化學製品都是跟製造業有關的 這些化學製品曾經升過上來 半導體升過上來,後來就回調了下去 現在再回上來,是不是代表了 有另一波的炒作這些東西呢? 大家值得去看看 看看我們電子半導體這方面 基本上是升了些很細小的產品 消限用品,因為價格都很低 這個不足以左右的大市的板塊 再跟著服裝和服飾之後 基本上也是除了有這些 比較上面是大一點的之外 其他都很細小的 半導體方面 基本上都是幾重量級的東西 代表了這些 真真正正可能有些東西 大家要去認真留意一下 還有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 電信服務又再重量級的東西 基本上是這樣的情況 這些重量級的東西 中移動、中聯通、中電信、中聯通等重量級的東西 通常這些三個東西移動的時期 就是當一個資金 是想排入一些安全的地方 就去這些 其次是白濟品 白濟品 暫時是比較細小 除了東岳和氫氣有關之外 其他都不是這樣 看看大盤方面 那邊來說 有一點點是有上升 整體上升 大牛龜那些都是下跌的 大市方面來看就是這樣 昨天是升升後跌 今天是宣跌後升 在這裏 大家應該考慮一件事 就是有機會 有機會 如果是一個大市 在這個區域 在這裏 整固了 整固了 整固到 而是守得到 這裏 下面的話 這裏要留意 當這個 是 再一旦站上去 保利加通道中軸 就可以向上發展 當然 一定要有幾個條件 要滿足 一旦升穿這個阻力位 然後 最後 就是要升穿這個阻力位 我自己個人覺得 去到7月左右 這裏 三兄 四王五窮 六絕 七班 這個可以 需要留意一下 成交這幾天是多了 成交這幾天多了 這些都是成交多了的日子 這裏 這裏是成交多了的日子 這裏是有一點點向上的 這裏是成交多了的日子 這裏是基本上是向上的 這裏是成交多了的日子 所以這裏是成交多了的日子 這裏可能是鋪著一條路 是向上升的 大家看看這裏 這裏可以看到 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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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有什麼股票 可以留意一下 今晚六月就是中國中鐵 今晚六月就是中國中鐵